这个自带马赛克的猥琐大叔 死不瞑目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家里的情书太多 担心被母老虎看到后 会去地狱找他算账 所以他在急穿奶奶的介绍下 变成人头狗身的怪物 来吓唬伊路 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他把那些情书销毁掉 但伊路根本不想管这种闲事 再过不久 那个老太婆就要来这边了 所以得赶在她来之前 把心解决掉啊 老婆婆 也要死了吗 她可能是觉得自己快死了 所以才会开始拜访亲友 整理身边的东西 正是因为她老婆 最近开始整理房屋 老头才担心自己的收藏 早晚会被发现 而且她老婆的脾气 本来就非常火爆 要是不被她看到 心里那些劲爆的内容 身为幽灵的老头 恐怕会被打到魂飞魄散 所以她才急匆匆地 跑来找伊路 但伊路觉得 如果是老头自己做错事情 就应该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 就是不知道自己在老头心里到底算什么 他只有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会说一些甜言蜜语 龙子请你要相信我 我一定会好好地努力 所以请你一定要嫁给我 嗯 只可惜结完婚以后一切就都变了 老头开始经常在外面跟女人鬼混 一年到头连家都回不了几趟 让柳依在车站里面苦等 直到深夜都不见原因 老头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在这个世界上他明明最爱的就是柳依 可是结完婚以后感情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淡 或许是习惯了彼此的存在 不仅没有了当初甜蜜的感觉 他甚至都无法把柳依当作女人来看待 所以才会在外面沾发惹草 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很变态 老头让一路把这些话转达给柳依 奶奶 爷爷说你怎么看都不像是女的 是不是变态啊 怎么 他说我是男的吗 一路让老头平白无故背了黑锅 但是他又没办法直接跟妻子交流 为了平息柳依的怒火 他只能拜托一路好好传达自己的心意 不管他是不是母老虎 我最喜欢的人还是龙子 所以我一定会在这边等他的 他说最喜欢像母老虎一样的龙子 他会在那里等你的 不对不对 死老头 你说得很好 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去找他了 甚至可以说是很期待的 谢谢你了 小鬼头 在一路的帮忙下柳依总算解开了心结 明白自己在丈夫心中的地位了 这下他没有了任何的后顾之忧 而且原本他是打算直接把那些箱子丢掉的 如果不是一路把情书找了出来 他还发现不了老头的罪证 现在他可以好好把那些情书看完 等自己离世变成幽灵之后 再找老头把以前的心账旧账一起算清楚 你回来啦 是啊 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